北京时间10月25日传来中国游泳队的最新消息 10月24日晚上结束的游泳世界杯人穿战400米自由泳决赛 中国奥运冠军潘展乐上演大逆转 以3分36秒43的成绩勇夺男子400次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400次是潘展乐的副相 这甚至是他第一次参加短持的400次比赛 但是他同样展现出世界级水准 一周前世界杯上海战比赛中 潘展乐参加了100米和200米自由泳的比赛 他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中获得亚军 不敌意大利名将切孔 但是在决赛中 潘展乐将后程发力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后50米时他还处在所有参赛选手的第四位 之后潘展乐疯狂加速并完成超级逆转 最终潘展乐以3分36秒43的计时第一个触并 将该项目个人最好成绩批比提高了6秒之多 潘展乐该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42秒54 英国名将斯科特获得银牌 与潘展乐相差了0.61秒 上海战仅仅过了一周 潘展乐就在人川夺冠 拿到的还是富项400次金牌 击败了英国自由泳名将 两届奥运会4成200米自由泳 接力决赛金牌得主 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 决赛银牌获得者邓肯斯科特 后者在中距离自由泳项目上 一度曾是孙杨的劲敌 夺冠之后 潘展乐在泳池中霸气地摇起了手指庆祝 引来了无数中 含粉丝的尖叫 欢呼 正向潘展乐教练郑坤良所说 在训练中以长距离促短距离 让潘展乐体能和冲刺能力都有很大提高 潘展乐才20岁 他的能力绝不仅限于100米和200米 即便在400米自由泳上 他也是世界级水准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乐乐长距离也是神啊 第一次比短持400次啊 潘展乐你也太牛了 作为一个百字短距选手 第一次在国际大赛短持里游400次中长距 夺得冠军 创造我国历史上第二块的400次短持成绩 才20岁的天才紫薇星阿乐蒂 这可是400米哦 项目上又拓宽了小潘说的 成绩说话 现在训练逐渐系统 也能以赛带练 状态逐渐回来了 真好 大家对于潘展乐的表现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也别忘记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运动员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